最有傲骨的一首诗 作者 深圳冷艳 朗诵 北京司马南 如果你没有听过他的故事 也许会无动于衷 如果你知道这首诗是写他的 便会有人来审视你的灵魂 还记得多久没有被圣洁的泪水沐浴过了吗 他和无数乡村教师一样 朴实无华 是全国唯一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 为了建起这所学校 他四处筹款 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走进学校 他一次次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做工作 为了让他们考出好成绩 他每天早上五点起 凌晨一点才躺下 整整十二年 一千八百零四个可能辍学的女孩 因他走出了大山 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最有傲骨的一首诗 梅之傲骨 踏雪而来 它穿越万重霜天 相飘万里 这俗世中的灵魂 百度着一个个挣扎的灵魂 这雪野中的诗篇 仰天长笑出一次次 无与伦比的美丽 它在一颗颗贫瘠的心灵之上 雕刻 呼吸出一个个灿烂的明天 她把肌肉骨骼与灵魂打包 交付给了一双双渴望的眼睛 而她的眼睛不再属于她自己 彗星一般滑亮了孩子们的天空 你是真正的傲骨 以瘦削的身躯 对抗风鱼的世俗 以柔软的心灵击溃坚硬的石头 直到 直到把崎岖山路露出光明大道 你这身体力行的傲骨诗人 你的诗篇里 有孩子们稚嫩的呼唤 有山里孩子未来的梦想 令多少假面诗人 判言 你从不虚张声势 除了把疼痛深埋在腰间 却伸手 扶摸出一个个坚强的誓言 擦拭你不再青春的容颜 你写的诗 用生命做异象 所有的异境 都是你高昂的心象 你所书写的诗歌 充满了良心的评测 催人泪下 风流飞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